好 回到第五季的啤梨晚報 沒什麼說的時候 我當然最主要是賣廣告 上個星期 我飛之前 我都說過1984年是香港樂壇很重要的一年 其實每一年都會有一些 發展的 為什麼我認為198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呢 1984年有三張碟出了 改變了整個樂壇的 trend 包括有些唱文歌的歐瑞強 都會嘗試唱一些曲風的歌 正是沒有經歷過 雖然出了小 但只是BB來的